我看美国是一个超级强国, 美国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重要的利益考虑, 都有重要的伙伴,都有稳定的顾虑。 但是美国知道亚洲是21世纪,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区域。 所以我相信美国在21世纪,在亚洲有决心扮演积极的角色,建设性的角色。 他们关注什么呢? 我看他们关注亚洲的稳定,他们关注中国的发展, 他们要了解在新的情况下,美国跟中国能够不能够建立好。 一个新的模式的中美关系。 同时,美国也希望跟亚洲其他国家维持传统的良好的关系。 这个关系是很多方面的。 比如说,很多亚洲国家都把年轻人送到美国去读书。 有些是读大学,有些读完了,就在美国工作。 不只是东南亚国家如此, 甚至是中国也有很多年轻人都到美国读书。 可能是不止好几万吧。 所以,这个是一个联系。 经济方面,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, 但是美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。 因为我们跟中国的贸易,我相信有某个成分, 最终的消费者不是在中国,而是在美国。 所以,美国希望跟区域搞好经济关系。 我们正在讨论这个TPP的自由贸易协议。 TPP叫做跨太平洋的合作伙伴协定。 还没有完全敲定,可是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完成这个协定。 我就告诉美国人,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协定。 你要在亚洲扮演重要的角色。 你必须言行一致。 你必须愿意和亚洲促进更广的更自由的贸易。 必须有这个TPP。 我看他们了解,但是美国当目前最迫切的问题, 就是今年11月将有中期国会选举。 所以选举当然是头条大事。 尤其是这个只是几个月后的事情。 但是我希望他们选举之后,能够再关注亚洲的情况, 能够在亚洲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。 我有信心他们会怎么做, 因为他们在亚洲四二战以后的事情已经是六十多年了, 一直维持下去。 在亚洲继续扮演络扮演络扮演统。 自贴的设议。 也有两个人的动作器是什么? 我会继续扮演络扮演统的作品。 在亚洲继续扮演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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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